哈囉阿妮塔 那你今天參加財富方舟的吸引力法則實戰班 那你今天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覺得今天最大的收穫就是 COSMO把吸引力法則整個流程架構 像地圖一樣梳理得非常的完整 以前會卡關的地方你會不知道自己卡在哪裡 然後要去到哪裡 然後你的議題到底是什麼 可是今天都會非常非常明確的知道 所以當你知道你的地圖位置在哪裡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要去哪裡 那吸引力法則我覺得以前會很抽象 現在變得很具體 對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穫 那你覺得今天最印象深刻的是哪個地方 你說其實很多點都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那裡面有講到無形跟有形的區分 還有無限的腦袋 你沒有辦法 有限的腦袋沒有辦法去想到無限的宇宙會怎麼給你 最簡單的就是相信 當你一旦相信了之後 宇宙要給你的能量或者給你的禮物 會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 但是這個發生是要 前提是你要不斷的給予 因為裡面還有一個影片就是 我覺得這個也蠻震撼我的 就是他在短短的影片裡面 從給予到給予回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是一個循環 可是我們生活上你會不知道為什麼得到這個 其實這就是一個給予的一個力量 但是給予你給予有好的跟不好的 其實不好的也會循環回來 然後好的也會循環回來 所以我們就是不斷在生活中累積福報 讓好的循環去回來這樣 很精彩的分享 謝謝安妮塔 好來謝謝 謝謝